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Ubuntu的安装视频 为什么叫做这个视频 因为前两天4月26号 Ubuntu 18正式release 所以我把这个ISO下了下来 今天咱们就做一个安装视频 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官方网站 大家请看 这个是Ubuntu 18的官方网站 它刚刚release 我是通过这选择的下载 然后咱们把它下载过来 但是它这个下载有两个版本 我下载了桌面版 还下载了色版 我想分别做两个视频 咱们都安装一下 今天这个视频 我想咱们先安装这个色版 咱们点击下载 会下载一个安装的ISO的文件 我已经下载完之后 然后把它装到我这个讯息里面 还没有正式安装 今天咱们就开始安装 怎么安装 咱们先看 我下载的这个ISO文件 在这个地方 做上一个绑定 对不对 绑定完之后 把这个G再充起一下 绑定完之后 咱们重新启动这个机器 然后咱们一步一步安装一下 以前我用过这个 10 12 14 16 都是不错 像我们公司现在用的 就是这个16对吧 非常的稳定 现在又出了18 赶紧我安装一下 尝尝馅 看看什么味道 看看什么味道 稍等 我刚才应该是有一个图形卡 爆错了是吧 好 没关系 今天咱们一步一步安装一下 这个18 Ubuntu 18的色版 安装完之后 我准备再做一个安装桌面版的视频 好像说这个18的桌面版也是不错 今天咱们都尝一下 大家看 现在马上开始 我看一下 这怎么就英文 没有中文 是吧 这都不是中文 这还德语 是吧 没有 它没有中文18 它对中文支持不好吗 那咱们装英文算了 然后layout键盘 这都选英文吧 大家看 这个Ubuntu 18安装界面和16完全的不同 因为我以前做过一个16的安装视频 感觉这区别很大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Cloud 这是云版 咱们就装第一 Ubuntu算了 哇 它全变了 这个我选的是IPv4 其实按理说 现在应该是加上IPv6的驱动程序 那咱们就v4吧 DGCP 没有问题 然后这代理服务器 我这地方没有 咱们就下一步 这我看 这个是说是不是使用磁盘 这个安装跟16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我选的手动 我看 加入一个分区 没有问题 然后加入一个分区 我现在是21个G的分区 咱们就全部加入 没有问题 size 咱们就最大21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是EX 这个是最新的Linux的硬盘的分区格式 EST4 这个咱们都不变 OK 它没有问题 mount到根 没有问题 肯定是mount到根 对不对 然后到下面 显得这个Crate建立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 所以说做的好不好 做的对不对 也不好说 咱们试试 试试 以前咱毕竟装16 装14 我装是最多 装16还不很多 因为现在 这个我看 这干嘛 OK 继续 输入我这个名字 我就叫小马 小马 我的服务器名 咱也叫小马 没问题 U字名也小马 password password也小马 都没问题 这个是不是导入 这个SS 这个 这叫什么 identify 这个一定要选no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请yes的话 你的主目录会被加密 这样就会导致一些后台批数理程序的执行失败 这就是一定要选no 这是我的经验 推荐就给您 好 下一步 大 然后这就要完吗 他的安装比这个16可是简单多了 比14也简单 比12也简单 比10也简单 为什么这么简单 不过看看他这个安装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因为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安装 不是说我安装过了 没有 第三次安装 以我的经验 按理说是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他干什么 怎么这么慢 稍等他装他的 我看我鼠标 稍等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server版 这是下载 大家如果下载的话 通过这个地方进行下载 我看他有没有其他的信息 这是108.04 这04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对 4月份 18年4月份的版本 以后Java也是遵循这个名原则 年份再加上出版月 Java一般是39是吧 3月份跟9月份 大家想看这么多公司都在用Ubuntu 反正我是非常喜欢 我们公司以前用的是红帽 我都给他改成了Ubuntu 反正我感觉是非常的不错 极力推荐 如果您的公司等着您选型服务器安装什么版本 那我就极力推荐您 让公司使用Ubuntu的server版 非常的稍等 稍等 这就安装完了 这比我想象的快太多了 reboot 那两个错误是什么东西 一会儿我得把这个视频再回头看一下 好像有两个fair是吧 然后安装这个移除这个 移除这个安装媒体按回车键 咱们说reboot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光驱摘掉 这么快 我简直不敢想象啊 以前咱装这个1012 1416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快 18你给我装了没有 怎么感觉什么都没装呢 我看啊 飞了我看什么意思 啊键盘 这无所谓 这个我选的是英文键盘 其实我本地是日本键盘嘛 对吧 但是我选的是英文键盘 应该无所谓 哇 这么装 真就成功啊 我试试啊 进来之后 不算完 一般在这个地方 以前我都是 我看啊 这个目录下面 一般我都要建一个 什么文件 然后呢 是isudo 做系统更新用 对吧 update su2 apt guide upgrade 一般要做这么个文件 为什么 因为这112系统 有好多这个更新包 是需要咱们这么做的 然后 chimod 加上一个 哎 加号了 你看这 键盘不对了 好 然后咱们进行一下安装 看系统有没有升级啊 这个估计不能最大化 我应该再装一个 这个铺铁远程去连接它 比较好啊 按理说 我应该是弄个booty 是吧 这个 这个 如果有图中界面的话 估计是全屏 我们有图中界面的话 估计它就是控制 还就是这么大啊 啊 也没办法 等我下次再做视频 说我拿个 这个booty 远程去连过去 就算了 呃 它是4月底 release 到现在为止呢 也就刚不到一个月 对吧 看它有没有包更新 如果有包更新的话 说明说明它release之后 没有做测试啊 马上就发布 这个Servo Pack E了 当时这个微软出Windows就是 刚这个发卖 马上就出了Servo Pack E 说明什么 说明你发卖 这个就为了赶时间 其实是个半成品啊 有这个问题 大家请看 现在正在从网上下载更新包 看来也是有这个问题啊 咱们稍微等一会儿吧 我先用这个Oracle的这个虚拟机 VirtualBox是真好使啊 一般大家可能用的更多是这个VML是吧 其实我不太喜欢VML Oracle足够了 其实大家对Oracle的这个反应也不是特别好 这是另外的话题啊 它毕竟这个在数据库方面 其实包括在Java方面做的其实不好啊 最近跟那个谷歌也在打仗是吧 所以一开始我还想做这个安卓的教学视频嘛 安卓开发 想用Java做 可是现在Java跟这个Google 跟这个Oracle打的挺凶嘛 对吧 所以我不行以后再 如果以后我要做这个安卓开发 是我准备用Cotlin Java的话 间接性放弃 因为我们公司现在系统也是拿Java做的嘛 我看 这是回车 没问题 这是直接安装 然后应该还能够安装语言包 目前我应该是只有这个英文包 我准备再把这个中文包跟日文包装上 然后我看一下 然后咱们看什么 apt apt 开始 然后 然后售一个 我用的最多的是 我还敲错了 我用的最多的是Postor Grid 我看一下它这个18给咱带的版本 版本是 版本在哪了 10 它18装的版本是10 我天哪 我们公司现在用是9.2 然后我再看一下它的Apa Key是什么版本 没有Apa Key 2应该是 2.4如果不出意外 2.4嘛 大家请看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然后再看一下它这个 而且这个Apa Key是五年支持 再看一下这NJX 这都是我常用的 这也是五年支持 它的版本是1.14 还算不错 然后再看一下 OpenJDK 以前我 它不带JDK了吗 稍等 咱们搜一下 用这个Search命令搜一下 JDK 这命令都变了 以前叫Search 现在不叫Search了 我看18变得不少 那它还瘦吧 瘦的命令还没有变 我想想 我还一般用什么包 Apa Key TomeCat PHP PHP 它现在给的是7.2 哇 它这PHP 现在也算是比较新 然后Luby NoteJS 咱们都需要安装第三方的 酷 它不能支持 对了 看一下这个MyCircle MyScale 它的 MyScale它不支持 不是不支持 应该敲MyCircleServer 是吧 出来了 也是五年长约 是5.7 5.7不错 一开始我还想做 因为我做了这个PostgreSQL 过的这个教育视频 对吧 今后我准备再做一个MyCircle的教育视频 准备就基于这5.7 毕竟就算这MyCircle 它再走下坡路 还是这个市场占有率 比这个Postgre要大 我再准备做一个MyCircle 这也是我今后的计划 然后想想 我还有什么常用的包 NoteJS 我看它带不带 NoteJS带 但是大家注意看是三年 三年 NoteJS官方是三十个月 我竟然能做这个视频 但是它支持三年 这支持还算不错 它的版本是 它的版本在哪了 版本的话 我看看 哪个地方出现了版本 我的竖线 哎呀 这个键盘 有出现 哎呦 出来 Grip Version 有吗 没有 那它NoteJS官方用的是哪个版本 用的是 不出一败的是Note8 对吧 我看到了 8.10 我这鼠标看不到 我看到了 OK 不好意思 现在一个 我千万千做了NoteJS的视频 是8.11 这个 8.11 像话 8.1 说的8.11 我想 然后我想还有什么软件 咱们需要看一下 Java脚本肯定是不用 PSP咱们看了 Ruby咱们需要装第三方的 酷 Rares肯定是第三方的 NoteJS也是第三方的 大概就是这么多吧 因为以后我还要做很多 这个IT教学视频 以前我做的视频的服务器 基于的是16S 今后我会基于18S 就我现在装这个版本 进行安装 欢迎您收看 因为我这个小马视频频道 不仅仅是做游戏视频 同时也会做IT教学视频 希望您能够关注我 好 那今天咱们这个 Ubuntu 18LTS色版的安装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今后我还会 持续更新Ubuntu的视频 也希望您 持续关注我的选拔视频 咱们在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